本来计划在机场发布大赛 结果我还没走两步 我去 有老六啊 大腿中枪了 这生命应该在对面打场了 他来了 你还有火箭筒啊 这事儿我肯定忍不了 虽然咱现在啥也没有 但是 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 简易地雷 这东西制作起来非常简单 我那个包里就有材料 今天 我就让他见识一下 什么是六中零 先爬过去看一下 说不定那家伙还没敢舔包 你看看 我说是吧 他要是还没来舔包的话 那就只能说明一件事 这家伙只有一个人 OK 先撤退 咱们先不着急过去 砍个树 不过床 万一出现一位 咱也能就近复活 OK 万事俱飞 地雷刚才我也说好了 根据人类物资搜索定律来看 我刚才死在这边 那么有80%的距离 这家伙已经收到这边了 偷偷地过去 打枪地不要 先观察一下对面 大舱的门都没有开 那就说明他还没过去 把地雷直接买在后勤舱 这家伙指定会来这里 因为这里面盛产螺丝 上楼 找一个合适的位置 蹲一手 果然跟我想的一毛一样 这家伙应该刚到这 里面还能听到摸箱子的声音 他的心可真大 烟雾弹都玩起来了 反正是不可能发现我的 就我这么蠕动 完全没有一点声音 OK 这个位置相当不错 还能观察一下四周的情况 要是他没来后勤舱 咱就更换B计划 直接上5吧找工作去 那么现在 就静静地等待一个意外的瞬间 太尴尬了 嗯 搞他 三个地雷 我就不信弄不死你 这边地雷还没炸 说明没进后勤舱 哼 我就不信了 你连修车间都不进 以免他就只收一个特件 我两个都给你装上 OK 我就蹲在里面的 有本事你今天都不信了 有本事你今天蹲死我 嗯 下次蹲人记得多穿点衣服 他秒的动的掉血啊 来了来了 雷炸了 等了这么久 终于到生活的时候了 是啊 问题不大 我还能复活 怎么剩两个裸掉啊 越黑风高 真是个抄家的好司机啊 上次在地宝里买雷 结果炸死两个高富帅 而且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俩包里居然有大螺丝刀和高级开锁工具 这一下子就让我有了超佳的资本 嗯 已经趴了半个小时了 完全没有一点动静 估计这家人根本没在线 先爬过去看一下 上次买的地雷炸了没 地雷没炸 那就说明这家人一直没上过线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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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稿 无霸大螺丝刀 160次开锁机会 只要不准三个金锁 开个大门应该问题不大 哦 牛批 二十来次就打开了 但是 后面还有个锁 现在 我只希望 它不是个金锁 拜托了 哦 呵呵呵 小小杰锁 鸟干 哇丢 里面有脚部 他奶奶的腰起死的人啊 刚开完门就来人了 赶紧撤退 找个地方 先观察一下 希望他没有发现门被敲破 OK 这个位置相当不错 要是没有热神像 根本发现不了我 反正门口埋了地雷 只要他一出来 本数还是个死 来了来了 门开了 一看就是个愣头青 完全不知道社会险恶 这没踩到地雷吗 算了 没踩到也好 估计他是出去搞物资了 我再稍微蹲一会儿会儿 要是没啥动机 咱就继续吵架 又蹲了半个小时 就当我准备继续吵架 他奶奶的门又开了 不过这次他就没那么幸运了 快走快走 门口有地雷 直接跳过去 这家伙还有火箭筒啊 不过咱先不着急舔包 门口再给他整颗地雷 本来我都计划捡点东西跑路了 但是当我开包的一瞬间 整个人都带住 工具这么齐全 他不会也要去吵架吧 唉 我现在给个C4我也用不了 主要是有低渊症 现在这个血条已经掉到34% 我怕一会儿炸完我就嗝屁了 这就有点不划算 准备出去来个捏头自杀 但是 我刚走没几步 呃 愿天堂没有地雷 这个家的设计里面都是门 还全部上了锁 还是金锁 只能上这一次 开稿 家里没有五个大衣柜 二楼还有枪架 但是现在的我完全不知道该干嘛 搁着瞎跳 因为心里慌得一屁 想起来了 猜错 先拿AK扫一下试试 完全没反应 那就只能上火箭弹 一发火箭弹 就砸掉一个 唉 不行了 顶不住了 这低温阵给我整的血条 就剩这么点 放上几个地雷 先撤退一下 再次复活 刚进门我就发现惊悚的一幕 我操 干啥呢 不知道这家伙又在哪死了一回 应该是还没凉透 灰光犯照 不管它 直接开柜子 金锁 完全开不了 但是我在里面的房间 发现了一个好东西 领地铁 直接炸了 哦 然后再装一个我自己的 纠战缺槽 完美 现在我就可以慢慢开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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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